哈喽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乐活最表态 我是小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慕斯 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还先从Rish Track开始吧 我今天带的是惊弓的Samuel Ride 黑白白这个 非常的帅 我觉得这也算是海马熊猫的一个平替了 是不是 可以可以 你带的是什么 老洋洋子绿水管 大家见过很多次了 还是非常骚气帅的 好了 那我们言归正传 之前有一期节目 我们跟大家聊了劳力士的早期发展史 大家都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能不能继续这个系列 所以我们就想说给大家再录一期 讲讲劳力士接下来的历史的一些发展的趋势 那么在第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聊了劳力士早期的一些 就是说他们的包括Hans Wilstorff 他们的创始人的一些小故事 那么我们也说到劳力士从一开始 就放弃了Complication的研发 他们就是说把主攻方向放在精准耐用 这两个方面 这个公司 所以说在1927年游泳健将 Mercedes Glitz 横渡应激利海峡的时候 带的新款来劳力士 15个小时泡在海里都一点事没有 就证明了劳力士 这种豪式表格特别厉害 但是劳力士他们并没有因为这项成就而自满 或者骄傲 在这个表圈还在惊讶他们的这些成就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悄悄的在研发一个足以改变整个中表格局的新专利了 由于1920年代还是处于怀表向手表过渡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所有的基金都需要手动上嫌 是很方便 所以说在劳力士克服了精准度和耐用度的两个难关之后 这个Hans Willstof 这是他们当时的那个老板 就是说就把这个想法就是往那个便利性上 肯定就是想把手动的能不能想办法自动的 所以说那当时其实在1923年的时候 有个英国人叫John Howard 他其实已经发明了这个自动机型植树 就是不是很好啊 所以说Hans Willstof 在John Howard的发明上做了一些改进 那么正是在1931年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 这个就是完全防水的自动上连的碗表 那么防水的表格叫Oyster 自动上连它把它取名为Perpetual 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Oyster Perpetual 豪式横动 那么1931年推出的这个豪式横动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360度可旋转的自动图 对 那上连效果绝对是杠杠的 你怎么动它都是可以旋转的 上连效率非常高吗 对双线旋转是吧 所以说就是说从此之后 豪式表格和横动的自动图 又成为了劳力士的看家本领 没错 你看像后面的日志GNT还是水轨也好 大部分的表它都是建立在这两个看家本领之上 对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表上都有Oyster Perpetual的字样 豪式横动这个产品线 从1931年延续至今 已经成为了劳力士整个产品当中最具性价比的手表 那么2020年劳力士也为这个产品线 换上了全新的3230基星 其实要是动力储存 而且品牌旗下所有最新的技术 这款表一应俱全 而且还是彩色的OP 对彩色的OP 可以一下子大火 对 那我自己都非常喜欢那个TIFFNY兰的配色 41的 没错没错 你都替我记得 对 非常独立 嗯 好了 也关注这种 那么劳力士对这个自动上链和防水这两项功能的研发呢 其实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手表世界的格局 没错 其实有点类似像iPhone在2007年航空出世的时候 嗯 那么它的这个触屏智能手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纸板和翻盖手机 对不对 那么劳力士也是一样 在此之前没有手表这个品牌往这个方面想过这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渐渐的防水和自动上链变成了这个大家所研发的一个主流功能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绝大多数的手表品牌都具有防水和自动上链的功能 而劳力士在1930年代这个创举的也为50年代这个宝珀和劳力士自家的这个潜水表 埋下了湖鼻 所以说精准便利和耐用就是劳力士创立初期给自己设置好的三个标签 对 而且人家还坚持了一百多年了 对 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劳力士非常厉害 是真的 对 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 然后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还有就是让大家去模仿了 做成标杆了 所以说呢 很多品牌其实一直试图去模仿别人 但是劳力士他只做自己 他超越的也是自己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没错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讲这些历史的小故事或者是小典故 那么我们以后也会跟大家陆续的出这个Dajust GMT还有水鬼的发展 都可以跟大家聊聊 我觉得甚至Tudel也可以 Tudel的历史也很有意思 Tudel是劳力士的小弟 想知道吗 我们以后跟大家聊一聊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更新到这里 那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们呢 记得把这个subscribe点一下 那我们的Instagram也每周会给大家更新 希望大家能来关注能来点赞 那么小朋友也是每周会有全新的内容上传 希望大家能来关注点赞收藏 另外呢我们也开通了B站 希望大家来关注搜乐祸自表态就能找到我们了 那么还是跟以前一样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留言或者私信 那我们现在还有微信群叫做乐祸family 对大家可以私信我们 然后我们把二维码发过去 你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了 我们的频道每周都会更新 机会迟到 下期再见 拜拜